好,這段片是跟大家講述UT的貼士 大家真的要好好留意這段片講的內容 然後不是只看 你更加要花時間去背 去背墨和串好字 令到自己真的可以拿到這段片 貼士上告的所有分數 所以如同之前所講 如果你看到這些字眼 好像這裡是黃色底 紅色字的話 你真的要好好背熟它 好,先講第一課的部分 第一課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主題就會問Organism的characteristic 換句話,它有什麼特徵 當你見到這些字的時候 其實就是講Mr.Screen 所以你見到Mr.Screen在這裡 所以你七組字 七個living things的characteristic 你真的要全 除了留意到這七個之外 大家都需要去留意 看看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重要性 例如說 為什麼它會動呢? 為什麼它要做reproduction呢? 為什麼它要做sensitivity 這樣的功能呢? 是什麼呢? 代入不同的情境 很多時候都在解釋 為什麼要動呢? 因為它要動才可以avoid the dangers 為什麼要做reproduction呢? 因為所有的生物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不想所有的物種都死光光 die out 不是die 是die out 全部死了 所以我不想species die out 我們就要去reproduction這個過程 第二件事我們會說的就是 為什麼要sensitivity 為什麼可以探測到刺激再作出反應 其實在說的是 如果見到一些捕獵者 seeing to predators的時候 你會先走路 escape from predators 就是after seeing them 另外你見到野食 都要懂得吃才行 所以consume food after seeing the food 所以在這句句子裡 你同一時間會見到怎樣去探測 以及會給些什麼的反應 第一部份 有關common characteristic 搞定 第二部份 這一課主要就是考一些 類似fair test 這樣的東西 怎樣可以做一些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第一個例子會跟大家說的 就是究竟什麼叫observation 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見到一個 汽水罐 在雪櫃拿出來之後 你見到表面 其實是開始有些濕淋的液體 我可不可以說我見到水呢 那是不行的 你只能夠說我見到 這裡有些液體在這裡 所以所謂的observation 是不會用到我們自己學過的東西 很簡單的很單純的 你見到什麼 聞到什麼 聽到什麼 感受到什麼味覺 這樣而已 所以又舉一個例子 如果有個人在潛在水底裡 然後吹氣泡出來 那我可不可以說它噴出來的 是CO2來的呢 是不行的 你最多可以說的 它是一些colorless的gas bubble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知道 如果我們要說什麼叫observation的時候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 第三類的題目 第三類的題目 就是用資訊 用資訊 我就會給你一篇文章 然後給你一篇文章 幫我找回哪一句句子 究竟是屬於A B C D E 哪一個步驟的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譬如說究竟它哪一句是說making an observation呢 要講這些例子的時候 你自己想清楚了 通常有些提示 observe, see, hear, taste 等等的字眼 都會在題目當中出現 你將那句句子 照版煮碗抄回來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收那句句子 也不要抄太多 剛剛好 那句是觀察就可以 寫多了 不備訓你 如果我們講的corrections 那裡搞定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propos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通常hypothesis 假說呢 講的是嘗試去作答一樣東西 所以你通常在句子裡會見到think, suggest, because, 等等的字眼 那如果我們講 doing an experiment 是在做實驗的啦 如果我講做實驗的話 你應該會見到它有些步驟出現了 例如 put 等等的字眼 最後兩個 那tick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就是做實驗期間都會記錄實驗結果 所以你會見到record 和test 記錄和測試的字眼 最後呢 during a conclusion 去回應那個hypothesis 和實驗的目標 所以你會見到so 和conclude 這些字眼 好 那如果你看到星星題的話 通常是比較深一點的題目來的 那如果你學 你怕不夠時間完成訓卷 你應該留回最後才做 但是呢 如果MC的話 小心自己 全部退了 另一類題目 另一類題目呢 就是fair test的題目 如果fair test的題目的話 通常就問iv、dv和cv 那這裡呢 有另一段片詳細解說 那簡單點來說 如果你見到iv的話 通常你會見到 兩組實驗裝置的唯一不同之處 那也是一個實驗的因來的 那至於dv,dependent variable 那就是個結果 那我們要量度 才知道究竟有什麼改變 那第三 就兩組實驗之間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會影響得到的 除了iv 那但是呢 會不會實驗受到影響了 那其他因素 我們都要保持一模一樣 那這些相同的地方 我們就稱之為controlled variables 詳情另一段片再講 好 第一課搞定的時候 就要第二課了 第二課呢 第一樣東西會考的 在MC上問你 第一樣東西會考的